一名年迈长者拖着蛮伸脚步 双手颤抖的走路回家 不过他家距离玉里 大概有十多公里远的瑞瑟市区 户外高温达38度以上 走在台九线上 刚好有两位三名派出所的远警经过 上前关心才发现 这位92岁的老人家 他居然要走路走回瑞瑟 警方马上制止他 把他带回派出所 让他喝水解渴之后 再开警车把老人家给送回去 一名迈迈长者拖着蛮伸脚步 双手颤抖的走路回家 不过他的家在距离玉里 差不多有十几公里的瑞瑟市区 户外高温高达了38度以上 走在车水马龙的台九线上 刚好两位三名派出所的远警经过 上前关心才发现 这位92岁的老人家 居然要一个人自己走回到瑞瑟家 公车塞出不出来 用来帮塞 就帮塞就没超水 先把他带回去派出所 给他稍坐休息 给他补充水分 等到他身体状况好一点之后 我们就并询问他的地址住哪里 他就送他回家 警员许阳瑞表示 当下看到长者缓慢无力的步伐 并且双手不自主的抖动 算算从下车到瑞瑟家中 至少有12公里之遥远 在酷热的天气之下 真的不知道长者要走到 何时才能到家 看了相当不忍 然后在返回 返回家中的时候 因为有搭上那班的公车 但是于途中在三明段的时候 因为内急下来上厕所 他之后就错过了公车 他想说他可能要 因为错过了 错过公车 他又没有时刻表 他也不知道下班什么时候 他就想说慢慢走 就是只好走回去 玉利分局也提醒民众 请避免高龄长者独自外出 以免发生无法挽回的憾事 记者高松霜玉里站采访报道